要成为真正的大师 丁俊辉 展示最顶流选手的标准 好球 绿球很直啊 当球运不那么理想时 还能如此审视多事 给福德搞上这么一杆 好球漂亮 炸裂斯诺克 真的很打击事情 由于绿球很直啊 那么叫下面红球就非常难 这边防守做得非常漂亮 非常关键啊 四铺 关键时刻必须要硬气 这惊艳时刻 是发生在火辣结束的 2023英警赛 丁俊辉对阵 汤姆福德 进入了比赛下半城 丁俊辉 长台球失误 让对手获得了一次追击时机 轻轻地点一下 双方的红球 但福德 对于白球的控制 确实不够精细啊 这个 这个 总部 不好控啊 拜託不好控 雙方耐心纏鬥防守時 丁俊惠一個不小心漏球了 老好人福德 終於可以 展示展示自己的流暢火力了 這麼大力K球呢 就是因為在右下方有一個 紅球 好球喔 黑球上方的這顆 這幾顆 這幾顆 古德非常喜歡打這種球型 一顆一顆的摘 把這顆就拆完之後 旁邊的摘就火了 最終單桿62分 將比分帶到70比0 如果摘球的話 最後的這三顆五球啊 還真的出現問題了 面對這樣落後的局面 丁俊輝也不想過多的糾纏 選擇直接K開球堆 撥一把 但隨著福德打進了這超分紅球 這一局比賽 勝負一分 福德單桿22分 追回一局了 既然對手那麼強硬 丁俊輝也不客氣了 上來就用這兇猛長抬 好球喔 搶或進攻開火拳 但是 嗯 並進步一往 嗯 福德的球今天 非常準啊 對手能夠強硬 對手能夠強硬 丁俊輝也不客氣了 小力了 福德 同樣也未能把握住機會 嗯 雙方 繼續耐心比拼防守 黃球後邊 論準度 福德要更穩定 不 confused 對手不冷 但比拼防守 很顯然 丁俊輝要更勝一籌 騎得球 能夠嗎 有個主要是 能夠離開火拳 跟著一次 是 听听回这边防守是来做防守 一根打薄跟打厚 也是把白球往黄周围后了一点点 后边去来做防守 对手有送付机会了 双方的这个技术统计 辅度在常态上面肯定是成立比领域会高 但是防守端已经有三到四次这样 比较低级的失误了 非常关键 太低了 只是丁俊辉的这一杆 运气真的不敢攻位 也可以说红球打厚了 绿球的后边差一点点 不过一旦丁俊辉防守端保持压制 机会好像总会源源不断给他送上来 打内方了 本球下没过红球 又是一个防守失误 看 又是一次半排机会 但是防守端福德还需要再加强一些 丁俊辉拿下上手红球 可接下的彩球连贯有点小问题 中国龙纠结一小会之后放弃进攻 直接轰出开篇所述的经验一干斯诺克开路 由于绿球很直 那么叫下面红球就非常难 这边防守做得非常漂亮 让福德去头疼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台面红球很散乱 一旦露出机会被丁俊辉打顺的话 这一局可就凉凉了 福德 连截两次都失败 被罚八分之后 力量 多少有点毛躁了 上一杆这个线已经出来了 出来的这个角度都会有那么一点点边扎 这一杆虽然截到了 但也露球了 丁俊辉 稳稳续上火力 好球 黄红球啊 哎 选择绿球了 看白球的线 哇 哇 高官一波 力量 刚刚好 黑球左边的两颗 中间点最好 但这中带红球还是有点鲁莽了 福德顶住压力摇摆之中 拿下了这上手红球 这个球啊 偏了很多 开始拆解球局了 追赶比分了 嗯 但是 这架杆带口球 又出现让他摇头不已的一幕 变化 变化 打在房 白球回到敌分区 很准 很多 配咖啡 不过 这局面还是挺乱的 力量 丁俊辉 也同样无法一杆制胜 小了一点点 激活库边红球 双方继续比拼防守实力 不得 冷不丁的这带口突袭 确实让丁俊辉吓了一跳 这张关键啊 四孔 防守 叫咖啡球 带了 所以 强硬进攻 把主动拳 再次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轻松清理台面所有红球 稳稳进入青彩阶段 虽然 这黄球没续上 但福德 也不想纠缠了 进入丁俊辉的赛点局 中国龙 开局就送出一杆打带跑 但是福德不仅没有把握住 出杆动作还出现变形 直接就把母球滞留中台位置 丁俊辉 就不跟他客气了 双方前三番球都是单干过百 霸气一干 凶猛燃点自己的进攻火力 开到了粉球的右侧 好球 这一场球的胜负球 最后一局 在轰单干106分 全场打出三干破百 以6比3复刻了去年 英锦赛半决赛的比分 战略更高一些 对 这球多帮福德 这样不起来 所以中间那颗 小灰正前打球 让我们看起来 非常的踏实 丁俊辉再次战胜福德 晋级8强 好 没有任何问题 用一干 百分干来结束比赛 也应了那句话 有始有终 以破百开始 以破百结束 推球 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送出了 好球啊 接下来 在巴进斯的对决里 他将会与马克 威廉姆斯 争抢下一轮的晋级名额 马丁大战 你会更看好谁呢 漂亮 这风气一定会进入到了 英锦赛的16强